一日三孝,人生难老 一日三恼,不老也老 百年养生,一品一景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养生一战 喝茶既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能对身体健康带来帮助 在中国中医领域,喝茶能够带来很多功效 其中某些茶就有降血糖的效果 因此对广大糖尿病患者来说 平时喝一点茶是很有必要的 这将成为饮食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菊花茶在我们的生活中被很多人当成日常的饮品 那么问题是,经常泡菊花茶喝 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 菊花茶又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喝 一,菊花泡水的功效有哪些 一,养肝明目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冬季 天气越来越寒冷 很多人在平时缺少了对身体的保养 可能就会出现肝火旺盛的情况 如果肝脏出现了异常 也会影响到人的眼睛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坚持用菊花和枸杞泡茶喝的话 能够起到很好的养肝明目的效果 能够帮助排干毒,降干火 排除毒素和垃圾 而且还能够帮助保护眼睛 让你的眼睛更加的炯炯有神 尤其对于那些上班族来说 经常需要用电脑 这样眼睛就可能会出现视力疲劳的情况 不妨坚持每天用菊花和枸杞泡水喝 能够很好地帮助呵护眼睛的健康 因为菊花茶内含有的VA很丰富 这个物质对我们的眼睛是很有益处的 每天坚持喝菊花茶 眼睛疲劳的现象可以得到不错的缓解作用 除此之外 如果早起之后又出现眼睛浮肿的现象 可以用菊花茶擦拭眼部 可以起到很好的消肿效果 二 降低血压 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 坚持用枸杞和菊花一起泡茶喝的话 对于辅助降血压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近年来在我们身边 好多人养成了不良的作息习惯和饮食习惯 导致血压再逐渐地上升 而且高血压的情况也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枸杞和菊花是一对好搭档 一起泡水喝慢慢地就会帮助疏通血管 辅助降低血压 能让你身体中的血压维持在平稳的范围内 呵护血管的健康 三 疏通血管 菊花和枸杞如果搭配一起泡水喝的话 也能够有效地帮助促进身体中的血压循环 快速排出血压中堆积的毒素和垃圾 而且还能够更好的滋养血管 提高血管的弹性 对于预防动脉周氧硬化也具有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能够坚持喝下去的话 你的血管也会变得更加通畅 身体会感谢你 四 美容养颜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永保青春 美丽容颜 所以希望你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对自身的皮肤做出适当的保养 不仅重视外在的皮肤 内在的调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在平时坚持用枸杞和菊花泡茶喝的话 能够很好的帮助防止辐射 对皮肤造成的伤害 而且还能够帮助提高皮肤的新陈代谢速率 延缓皮肤的衰老 具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作用 好处将会属于你 五 清热降火 进入冬天之后 很多人可能会出现喉咙发炎 口腔溃疡等一些上火的症状 而菊花茶本身就具有很好的 清热降火的功效 如果搭配上枸杞 这种效果可能就会事半功倍 坚持每天喝一点 能够很好的帮助快速降低身体中的火气 缓解身体的不良症状 而且还能够帮助清洁口腔卫生 让你的口气变得更加清新 好处将会属于你 虽然枸杞菊花茶就有这么多的好处 但是也有几点注意事项 希望你要牢记于心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往茶水里加入一些糖 这样会让味道更加的清甜 但是如果加糖的话 会破坏菊花和枸杞的营养价值 虽然口感上提升了 但是养生保健的功效却下降了 所以在用枸杞和菊花泡水的时候 是不宜加糖的 二 隔夜的枸杞菊花茶不宜再饮用 不管任何一种食材 如果泡制时间长的话 营养元素都会有所流失 而且菊花中含有大量的黄酮素 这种成分时间长了就会被氧化 产生有害物质 对人体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隔夜的菊花枸杞茶不要再喝了 三 那些人不宜喝菊花茶 本身体质虚寒 经常手脚冰凉的人群是不建议喝菊花茶的 因为这类人多数脾胃功能较差 在喝菊花茶后 很可能会导致胃部出现不适感 很可能会引起腹泻出现 这类患者在喝菊花茶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加上枸杞等温补的食物 来起到一定的中和作用 还有就是一些因为有风寒感冒 腹泻的人群也是不能喝菊花茶的 因为菊花茶本身就是个偏良性的食物 这类人群在喝菊花茶的话 会加重本身的症状 导致病情的恢复时间大大增加 本身患有低血压的人也不建议喝菊花茶 因为菊花茶具有一定的降压效果 低血压的人喝菊花茶会导致本身就低的血压变得越来越低 对于患者的健康是很不利的 4.这类人群要注意避免喝菊花茶 1.孕妇 菊花茶性寒胃肝 有极好的去除火气之效 但孕妇自身免疫力低下 脾胃较为虚弱 食用菊花茶容易刺激肠胃 引起肚疼、腹泻等症状 不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 2.过敏体质者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有人会对菊花茶过敏 如果喝了菊花茶就会引起皮肤红肿、红疹等过敏现象 所以那些过敏体质的人喝菊花茶反而会有副作用 对自己的健康不利 3.老人及儿童 也许大家认为老人喝菊花茶可以降血压、胆固醇 食用并无大碍 但老人消化功能减退 脾胃较为虚弱 喝菊花茶会引起肠胃疾病的可能性 老人需慎重 小孩处在生长发育的高峰期 阳气正当时 喝菊花茶有削减阳气之效 最好禁止使用 5.菊花茶怎么泡才正确 第一步 洗茶 虽然菊花茶和茶叶不同 但是也不要忘了 菊花在晾晒过程中也有很多的灰尘和油脂混入到里面 因此必须用80度的热水泡个三五秒 再迅速地把水滤掉 因为时间久了 就会把菊花的营养也会滤掉 这就要求大家必须掌握最佳黄金结合点 第二步 泡茶 用100度的开水或者2-90度的热水 冲入菊花里 放置5分钟即可饮用 注意一定是热水冲进菊花 而不是菊花放进热水里 这是因为热水冲进去会搅动菊花 泡得会更充分 不用你再去专门搅拌了 而把菊花放进热水你还要搅拌 否则菊花会飘在水面上 关于重复泡的次数 一般认为只要泡两次就可以了 次数多了 比如超过三次就没什么意义了 已经没有营养了 虽说菊花茶的好处很多 但是喝之前一定要确定是否适合自己 在不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喝 只会起到反效果 总之菊花作为一种 可以清热解毒的绝佳药材 现代人又吃得比较油腻 就可以在饭后多喝一点菊花茶 但是上面说的几类不适合的人 大家还是要做到心中有数 多彩人生 康乐养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请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您的建议 还可以点击右下角进行分享和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